醉酒的女人正在卸身上的装备 却没发现儿子的老师就在自己身后 很快他就把自己拖得光不溜秋 看到这一幕的泰迪 立马就决定悄悄溜走 不料正好被拉西看到 于是他开始用言语撩拨对方 无奈泰迪只能把他带回房间 等到天亮的时候 他的孩子们终于发现了不对 看着他一动不动的样子 孩子很担心他已经死了 然而经过仔细的检查过后 才发现他是因为喝了太多的酒 这才睡得死成不省人事 听到儿子女儿的话语 拉西顿时感到眼前一黑 谁知自从那天以后 尝到甜头的泰迪 开始隔三差五的来家里做客 而拉西也从不屑一步 开始对他有了一样的感觉 然而介于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 拉西始终对他若即若离 这天泰迪假装喝得烂醉如鸣 才终于有机会在家中留宿 看着近在咫尺的拉西 泰迪开始对他深情告白 发现这次没有遭到拒绝后 他立马就准备一清方泽 不料房门却突然被推开 看着许久不见的前夫 拉西感到一阵阵的心虚 这时孩子们发现了泰迪 立马簇拥着他回到了房间 而看到这一幕的前夫 瞬间做了一件不理智的事情